河流在这里转了个弯 形成一块小河滩 海河相连 这里便是沙鱼冲 陈巧东是2005年的兵 退伍回家后 一直琢磨着游客的生意 前年便开的这家民宿 电视开起来了 可经营不善 每个月两万多元的亏损 让陈巧东喘不过气来 陈巧东着急了 开始在特色菜品上琢磨起来 陈巧东从小在这片海里游泳 他对这海里的一切都了若执掌 今天他要向这片海寻求帮助 让他的小店起死回生 今天海矿不错 水流并不急 陈巧东到底在这片海里寻找什么 它这种有一些是带点刺 它有一些是就反正奇形怪状吧 我十来岁的时候发现有这个东西 我挖回去给我爸看 他说这叫赤豪 后面我就经常来挖 赤豪有个很好听的学名 叫草莓海菊哈 形如扇贝 深圳这一带海域 是赤豪的传统生长地 赤豪没有养殖的 市场上也很少见 所以很多人并不知道它 陈巧东就是想把这当地的传统海鲜 做成店里的特色菜 吸引人流 天黑之后挖点荷包蟹 那个荷包蟹呢 也是我们这边比较常见的一种蟹 但是知道它的人很少 因为它白天抓不到 只能晚上抓 陈巧东说的荷包蟹 本地人叫雷公蟹 传说一旦被这个螃蟹咬上了 只有雷公的喊声能让它松口 且壳上的纹路很像闪电落下 故民间称之为雷公蟹 因为白天它躲在洞里面 它晚上才出来找吃的 所以一天黑就很容易抓到它 它动作特别慢 所以说用手抓的话都比较容易 雷公蟹是这片沿海渔民 自古以来的美食 但难登大雅之堂 因为普遍肉少咳硬 但这些并不妨碍它的鲜甜 今天是周六 妻子和孩子也来鲨鱼冲玩耍 陈小冬觉得有点愧对祖辈的事 说是水上人家的后台 但是两个儿子都不会游泳了 他在内心还是希望孩子们 能够多亲近些大海 来 瑟琪我们钓鱼了好不好 五 金金 哈喽 要不要钓五吗 来 要不要钓五 好 我们钓到了 来了 来啦 来了 来了 又一条 又一条 挂 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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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幅度的来了 杨师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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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至金黄捞起 将咸蛋黄炒碎 再倒入炸好的离公蟹 翻炒 回货 蛋黄均匀地裹上蟹肉 这道火爆离公蟹就成了 跟文明的避风糖炒鞋 有几分类似 但又不同 咸蛋黄浸透蟹肉 蟹肉香甜 鲜味浓郁 入口焦香 脆而不糊 烧水下米 放入姜丝 少量花生油 把粥煮到九成熟 再倒入雷公蟹 加入花生酱 白糖 胡椒粉 等焖煮五分钟 最后再撒上些许葱花 美味的雷公蟹粥就出炉了 米香味和海鲜味交织在一起 米中带鲜 香滑顺口 将腌制的蒜蓉粉丝 放在赤蚝上面 即可放入蒸锅 简单方便 更是保留赤蚝的原汁原味 因为这些地道的美味佳肴 如今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 生意也越来越好 客人来到我这里 就像看到老朋友一样的感觉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满足吧 来过吃饭的人 来过这里住宿的人 介绍朋友亲戚过来的 都不是说外面过来找 找吃的找过来的 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一个退伍兵没有别的手艺 靠着生他养他的一方水土 和那股不认输的拼劲 陈巧东为一家人遮风挡雨 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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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